- 正經,關不了,關不了正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昨天呢,我們推出這個Justice 這個PicoE 昨天有人說我那個衣服背後沒有看清楚 我現在站起來好了 我站起來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就是Pico 好,這個是PicoE 那我們昨天的這個PicoE 三個小時之內 三百件就立刻賣光 所以謝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我知道大家是衝著這個 Justice來的 那也是衝著Pico來的 我們這件衣服的成本呢 再加上運費大概在800塊左右 就是這件衣服加上成本 我的成本沒有講沒有算人事成本 就只是衣服的錢加上運費 接近800塊 好,那我們就賣1450嘛 所以一件大概可以賺650塊 因為其他的管銷費用宣傳費用都沒有 管銷費用宣傳費用通通沒有賺在內 對,那我們這個設計呢 這是我兒子八年級 初二的小朋友 自己畫的圖設計圖 Justice 那後面這個Pico呢 是我們家新帶進來的兩個月前 我在路邊生的 我在外面生的小犬 叫Pico 我要帶回家 我每次叫他名字他都會叮著我看 就在旁邊 他應該很高興 他成了廣告明星 那我也不用付Pico廣告費嘛 就給他吃那個 你知道我都去超商買雞胸肉 還有買鮭魚 然後會買一點紅蘿蔔 然後拿去蒸 然後不放鹽 我大概差不多7比3吧 大概70%給他吃頂級的飼料 你知道他的頂級飼料一包 大概差不多1500塊 我看那個米 那個號稱是那個 什麼什麼池上米 什麼毫米 一包才1000塊 所以我證明一件事情 Pico比人焦貴 然後我每次去幫他蒸東西的時候 我老婆都說 哇你帶Pico比對我們都好 我老是回答一句話 我說 因為Pico也不會叫Uber Eats 他也不會去樓下吃牛肉麵 所以怎麼辦呢 好那Pico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沒有廣告明星費 也沒有設計費 也沒有行銷費 也沒有宣傳費 通通省下來 所以呢這件衣服賣1450 我們大概可以賺六百塊的左右 那首先感謝大家 我們的三百份 在三個小時之內 全部訂光 現在沒了 所以你們要追加也沒有 目前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們也不是賣衣服起家的 那我們也在想了 接下來該怎麼辦 好那這三百份當中 我要特別感謝 有兩百一十份 都是用超過1450的價格跟我們賣 意思就是不用走啊 從一千五百塊等不等 就是大家就是支持我們的 支持這個政經關不了 支持Pico 非常謝謝大家 代表 緊代表我們家的小黑狗Pico 謝謝各位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Pico吉祥物 應該會給我們帶來公平正義 也會給我們帶來旺 旺旺旺 不是旺旺中天旺旺 講到中天旺旺 蔡同學你真的是失算 你把人家關了 結果人家因為這樣子呢 來了220萬的訂戶 幾天之內 幾天之內 所以民進黨真的是很會造神 那我本來也是一個什麼都不是嘛 也被你造神嘛 因為你把我關掉以後 我們節目在短短時間 我們只有單一節目 我們只有一個人喔 我們只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螢光目前就一個人 我們已經到了23萬的訂戶 在短短的一年四個月的時間當中 所以這個千謝萬謝還是要謝謝蔡同學了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繼續分享 我想按讚小鈴鐺 趕快把我們的這個連結貼給你在其他群組中的朋友 然後每次看完要記得按讚喔 那個按讚就是那個手指拇指的地方 有阿嬤跟我說 我就想要按讚但是看沒有讚那裡啦 我就找沒有啦 都找沒有啦 那 所以我那個讚就是那個拇指 然後按小鈴鐺就是訂閱 把它轉給大家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非常謝謝大家 好接下來呢 也有很多人留言叫我們趕快再追加幾百件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再追加的話可能就是三百起票這樣子 那我也怕庫存啊或者是造成我們本來是想要募點款來打官司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子來賠錢這樣就很慘 因為我們都沒有做過生意吧 所以我們也不懂這些庫存 好Pico來了 Pico來了 乖乖乖Pico要來嗎 要給大家進進面嗎 要不要謝謝大家 好不好來 好來Pico來謝謝大家 他很皮耶就是一直跳一直跳 要不要起來謝謝大家 哦那等一下拍個照片給大家看看好不好 好還是要起來Pico大家 跟大家舉舉弓要不要 他會翻滾他會 哦來了來了入鏡了入鏡了來 好再來一點再來 要不要再起來再起來再入鏡一次 看到他小手手沒有看到小手手沒有 好 哦你不可以腰爸爸不要腰爸爸 好 哦來來看到了看到入鏡了 不可以腰爸爸 好我們回到正題 哦來了又來了 來高一點高一點來跳 Pico入鏡了 哦再來哦哦 好再來入鏡 好爸爸要錄你的了 好那大家想想看給我們一點點子 比方說你們希望我們再出第二波的商品啊或者是怎麼樣 我是希望我們用自謀自力更生自謀其力的方式來挺我們這個公司 然後去為了公平正義我們去英國打官司 一定要打官司 這個官司呢我拼了老命都要打 因為呃我也不確定英國的這個整個法庭是不是公平 但是我要從這個打官司的過程當中找到證據 而且強迫調查證據 這才是我要的 好了Pico 好我知道你要蹭我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衣服有你的名字 好啦你請坐 好啦請回衛冕者寶座 好啦再見再見 哦你一直來 好那麼這就是我們今天大家留個言吧 如果覺得說還期望我們出什麼商品 我是希望從此以後我們就均一架了 我們就是賣1450 好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商品的特色商城的特色 各位會覺得你很想要什麼 跟我們留一波言好嗎 比方說希望我們再推商品嗎 希望的請加一 呃嗯謝謝指教有空再聯絡的請加二 希望我們再推商品的請加一 謝謝指教呃有空再聯絡請加二 好那麼我們來看看大家有什麼想法 然後加一之餘呢 如果你加了一的話 你再給我們的意見看看 你希望我們推什麼 再推帽機嗎 還是再推什麼 定價1450的 好大家就請留言請留言給我們建議 非常謝謝大家 還是不同顏色不同款式 我不知道各位想想看 好我們也可以再推不同的設計款式 好我兒子雖然沒有學過美工 不過他他每天在看那個NBA的球賽 跟那個NBA的NBA的週邊商品 然後他很喜歡去看那個NBA的商品上面那些拍賣 他跟我說爸爸這雙鞋兩個小時前賣500塊美金 現在已經1500了 就每天跟我講這些 所以他對這個網路上的行銷很有想法 好大家請劉博言給我們建議啊 好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一件大事 就是台灣的政府官員有一群人在配合著蔡同學 簡單的講在台灣的部分為首的人叫劉建興 他是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現在調去考試院當秘書長 欸你們覺得很奇怪 考試院這個芝麻綠豆官 這個超級冷冷到快要不行的衙門 他怎麼會願意去呢 這個我就不懂了 好我們進段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來吧 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你 我們這麼說 來吧 挑選擇 每天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觉绿色恐惧 财富自由靠自己 只需电脑 真实交易模式 真正实现每日收益 立即扫描又上案 教你免入金模拟操作 涨跌皆可获利 绝非非法吸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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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好的 我们来看看 今天民进党公布了年度十大假新闻 诶 有趣了 民进党公布的假新闻 应该都真的吧 我們來看看民進黨的假新聞是什麼 好 那麼網友就一片酸 我們把這個十大假新聞拿來綜合一下 意思就是只要是反民進黨 嗆民進黨 夠一定聲量的 夠一定聲浪的 就叫做假新聞 來我們來看看哪些是假新聞 民進黨舉辦了年度十大假訊息的票選活動 民進黨的十大假訊息來包括了幾類 第一個就是境外的部分 影響國安跟還有另外 境內的是影響內政兩個部分 所以現在民進黨很厲害 他把所有他不喜歡的東西都把他推到對岸 把你抹紅徹底抹紅就對了 你知道說民進黨今天會出手 連我這樣的人他都能抹紅表示什麼 表示已經沒報了嘛 表示已經沒辦法了嘛 沒辦法了啦 就他已經沒有其他的方式了 那這個芒果乾可以打多久呢 我覺得很快就會被看穿了 那其實台灣的在野黨也該醒醒了 不要讓民進黨用這個芒果乾 予取予求勒索一輩子好嗎 自己要檢討 台灣的在野黨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芒果乾會有票 大家想想看 這個恐怕自己在野黨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民進黨無窮無盡的打芒果乾會有票 真的要好好想這個問題 今天大家對於台灣的未來有不同的想像 我覺得這就是民主政治 可是為什麼民進黨一打芒果乾就有票 為什麼這麼食髓之味 讓他一朝辦事可以用一輩子 這個大家可能要來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 好所以我曾經建議過國民黨的朋友 我說高層 我說你就學民進黨 口號韓得更鄉土更好 你就說勤政清廉愛鄉土 就把民進黨那一套拿來 放在嘴巴上天天唸 唸久了就會變真的 真的 唸久了你就是會變成 別人就信以為真 民進黨就這樣啊 每天喊每天喊 然後芒果乾哇阿公啊 派得越多派 結果你看 過去四年來 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史上最高 台灣對中國放水的 包括華為周邊的廠商 很多人寫那個檢舉信給我 當美國全世界都在禁用華為的時候 台灣卻大放起水 很多事情 不要看民進黨在講什麼 你要看他在做什麼 那麼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 境外的部分 包括什麼呢 中國網軍PO台說 免費的領口罩是假公文 我不知道 我沒有跟到這條新聞 不過 只要談到 假新聞一定有中國啦 這是民進黨的劇本 第二個 散佈F16飛冠投誠 這個東西到目前為止 就是 聽起來蠻假的 但是 但是 這個 這個假新聞如果是來自中國 也沒有什麼好處啦 因為現在 投誠也沒有黃金五千兩 不像當時可以做什麼大內宣大外宣 現在已經不流行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對岸放的 我覺得應該沒那麼low啦 第三個 統促黨的主委 涉嫌收中國 十三萬 台幣 轉發小英 賈博士 民進黨既然承認 這次假新聞 我覺得就好了嘛 既然你們都承認 這次假新聞 我覺得這叫做 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啦 很好 這個 民進黨承認 這是十大造假訊息 那既然民進黨承認 那民進黨的發言人 什麼范江傑是不是 周江傑 對不起 還有什麼 呃 誰啊 我記得這個新聞是好幾個人跑出來 跑出來嘛 那你們就要跟大家道歉啦 既然你們發了假新聞 你們就要跟大家道歉 因為這個排名假新聞的 第五名還是第幾名 所以 好 那我其實這件事情因為扯到我了嘛 所以我要出來談一談 很有趣啦 那一早醒來 突然變成匪諜 然後這裡面就很隱晦的說 什麼統促黨的某某人 接受到對岸的某某人 給他經費 叫他在選前的時候 要大肆的去宣傳 蔡同學的賈博士 我坦白跟你講 海外 主動說要宣傳賈博士的人 多如過疆之際 好多人寫信給我 透過email 透過各種方式 叫我說彭P加油 一定要把這個賈博士 給繩之以法 而且透過我們公司的網站地址留言 給了我們好多好多訊息啊 這裡面呢 包括外國人老外寫英文的都有 所以 這是全球的運動 這跟對不對案已經沒有關係了 所以對岸有人要宣傳賈博士 很好啊 賈博士太好啦 這是普世價值 打假是普世價值啊 我管他是 是哪一個案 只要願意對焦公平正義 都是戰友 哪天習近平要打 賈博士 我一樣給他按一個讚 因為這是做對的事情 賈博士 假論文 這是普世價值啊 這有什麼好 管他是誰檢舉 或者是誰 誰散播 這是題外話 另外很好玩 這個民進黨做了這波大內宣 透過 蘋果日報的電子報首先發出來一個叫知名的記者 還故意畫重點 還用黃線畫出來 裡面有彭文正畫了 你見過 你見過電子報 有人畫重點了嗎 真的很好笑 怕你沒看到 還把這個和女受託 說要把這些訊息轉給什麼彭文正啊 什麼軍公教聯盟 還把他畫 黃線框起來 真的是笑掉大牙的 其實 你要把訊息轉給我 只要不是假消息 歡迎啊 這個消息是不是假消息 當然不是啊 我為什麼知道 假博士假錄文不是假消息 因為是我發的啊 是我們宇宙陳靜軒的同學發的啊 是林環牆 賀德芬老師 是徐永泰博士 呃 劉仲義博士 他們親眼所聞寫下來的實錄啊 這就當然不是假消息 後來我也親自去證實了 我還用我的身家性命做賭注啊 我用我的人格賭注啊 我搜哈我全賭啦 對不對 所以我變成被告啊 我變成被告我並不滿足啊 我還告蔡同學誣告到現在為止 欸 黃偉檢察官 你不要再睡啊 你只會辦那個什麼私菸案啦 你只會去辦那個什麼 收購立委收賄案啊 我跟你說啊 經過一兩年這個案子水落石出以後 會變成一個大烏龍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對價關係 跟沒有任何的證明他是非法收受 就把人家大剌剌的什麼簡訊公佈啊 然後上靠啊 完全沒有經過這個所謂的偵察部公開 所以擺明了這是一個政治動作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你要維穩 跟共產黨學的 維穩 過了三四年政權拿到了騙到了 也就沒差了 好 那個我們家Pico呢又在踢足球了 OK 因為他很他很開心 他幫他的主人呢 第一波呢賣掉了三百件衣服 他開心到不行啊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還很有趣喔 還有一些1450在網路上酸我說 拿了十三萬 十三萬不是給我啦 請搞清楚 十三萬是給那個中間人什麼何女士吧 而且不是說叫他把錢轉發給我們 叫他把新聞轉發給我們 OK 要轉發新聞不要花錢啦 所以不管是中國還是誰哪一方面 你就直接寄到 你就直接寄到 政經看民視的Gmail 寄到我們的email信箱 我們有一個公共信箱 來來來留言一下我們的公共信箱 好 我們所有的爆料信箱都在這裡 還有包括霞新聞 你們要爆料儘管爆料 要把訊息轉給我們製作單位 不需要給錢啦 政經關不了呢 從政經限時批 政經看民視到現在 我說過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花任何一毛錢 影響我們的內容 一個字都不可能 一句話都不可能 不管多少錢 一億美金 一兆美金都不可能 我用人格擔保 我們絕不接受任何的賄賂 還有很多人在網上上黑我們 還有我最近看到很好笑 就是 開始有1450貼出來什麼蔣萬安啊 還是誰誰誰跟 這個 和女士就是所謂的那個 轉發訊息的和女士合照的照片 然後就來某黑 講萬安某某某委員是 什麼 中共的同路人 你把幫幫忙 你把牙都笑掉了 今天我們出席任何公共場合 有人要跟我拍照我來者不拒啦 除非我時間來不及啦 不然我就笑笑 我們的舉手之勞讓人家開心嘛 讓人家回去貼臉書 讓人家開心 他們覺得我們說的話 或者我們平常做的事情 他們跟我們合照 他們覺得 予有榮焉 那我非常感謝 看得起我們 我當然跟你拍照啊 我請問你一下 1450 我拍照之前要先 叫他拿身份證出來 或者是跟國安局聯絡一下 調查一下他的身份嗎 那所以你們這些酸人家 是在酸什麼東西啦 我實在搞不懂 我就看到有人在酸蔣萬安說 你看他跟那個什麼CC合照 請問你 人家要跟你合照 你還要先去做一下人別訓問 還是要做一下安全查核 你是警總嗎 太好笑了啦 而且我看了這則新聞 即便講了半天那位何女士 我實在沒有看到何女士有什麼不對 有人請她幫忙發東西 給她一點13萬台幣的酬勞 就這兩個人的行為來講沒有設法呀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世大運的時候 美國在芝加哥這邊洪國志博士很多人他們都出錢出力印台灣旗 他們也是花錢請台灣的一些單位去幫他們做生產台灣旗 並且花錢請他們去幫忙配送台灣旗 並且花錢請他們去招募義工來發台灣旗 這有犯法嗎 這是派遣人力啊 促進經濟啊 這有犯法嗎 更何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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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台灣旗 所以說蔡同學是賈博士賈博士賈論文 到頭來 看你是你移送還是我移送你 咱們慢慢走 這個案子 但是未來的五六年 你們都會在法庭當中自證你們的清白 我再警告一些你們這些警調人員 不要把兩蔣時代的白色恐怖跟黑手 拿到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中 我這個身為第一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兼發言人 的街頭藝人 絕對不容許台灣的白色恐怖復辟 我一定會用盡我所有的力量 來打擊你們這些企圖把白色恐怖復辟的惡官 這些惡官的名單 我待會公佈 還包括在這次賈博士賈論文當中配合演出 要來製造蔡同學的假證據的這些人 我們在英國的律師會採取行動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绝绿色恐惧 财富自由靠自己 只需电脑 真实交易模式 真正实现每日收益 立即扫描又上案 教你免入金模拟操作 涨跌皆可获利 绝非非法吸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刚才有一些新加入的同学 还在问说 这个帽T还可不可以再继续买 再结果再重复一下资讯 我们昨天在三个小时之内 把三百件第一批的帽T全部卖完了 非常谢谢大家 因为我知道大家是基于挺公平正义 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来捧场 而且中间有百分之七十 就是大概差不多两百一十件 都是超过一四五零这个底价来买的 非常感谢 所以还是证明台湾这个社会到处有温情之外 公平正义还是在大家的心目中 好 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请大家留言嘛 大家觉得是不是还要再进一波来做其他的商品 也是一四五零的价格来拍卖 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想法的 可以欢迎大家留言 但是我们第一波呢 到目前为止是已经卖完了 好 那非常谢谢大家 大家留言 我们来整理一下大家的留言 跟大家的想法之后 我们会继续可能 也许会进行第二波或其他的商品的策划或者贩售 非常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在英国跟在台湾 都密集的展开了各种诉讼 在英国部分 今天我要谈的重点是 英国的律师觉得 这件事情呢 我们除了在英国的行政法院 跟在英国传唤了将近十个 相关的人之外 他认为 英国端有必要传唤 台湾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作证 或者是他认为其中有几个人的行为 可能已经设犯触及了在英国法律的相关部分 他们呢可能会考虑用证人之外 包括嫌疑被告的身份 来进行司法上面的调查 这是英国律师经过仔细的 审视整个论文门的过程之后 做成了决定 这是我们宇宙政军学院的一个大的突破 你知道英国的律师 我找到这位律师 因为他是一位人权律师 也是一位刑事的律师 他是一个大律师 那么他的个性比较保守 我觉得 所以你看我们提供给他的证据 他通通不采纳 他重新走一遍 所以浪费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各位知道三个月下来就是 三个月下来就是几十万英镑 英镑比台币是四十比一 好 各位去想一想看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好 不管 我其实有点抱怨 我说我早就已经收集好给你了 你就自己去看就好了 你干嘛要重新走一遍 他说No No No Dennis 他说我们要 我们站在律师的道德上面 当然啦 一方面也是尊重律师的专业 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可以多赚一点钱 他说我们必须自己重新调查起 所以经过了三个多月 他们的重新调查之后 其实不止 我讲的是这个Solister 前面这一段呢 有另外一位律师 他已经调查了一个多月 不对 对不起 一年多 后面这一段开始三个月 所以统统加起来 他们其实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调查 现在我可以说 英国的律师百分之百的 被我们说服 也确认蔡同学是贾博士贾论文 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帮 造假的这一帮辩护嘛 万一是我们造假的话 他们也会很没面子啊 所以我说人家英国的律师是有这样子的素养在 包括了 英国伦敦大学现在聘请的这个Pinsett Mason 他都不敢讲我们说 我们的证据是假的喔 他只告诉我们说 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手上的哪些东西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英国的律师好像比台湾的律师 多一点道德吧 职业道德 不会像张敦涵的律师 或者是这个蔡同学的律师 张着眼说瞎话 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确定 我真的要把这几个律师移送 律师公会惩戒 律师不是不能够帮当事人辩护 而是如果你明知当事人为假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为他辩护 在事实的部分你能不能配合他造假 当然是不行啊 你必须根据他的事实犯行中 去给他寻求最大的帮助 但是不是协助他去灭政 去编造谎言 我想这是全世界宇宙皆然的一个法则吧 好 那我们刚回到这个部分 待会我们会来讲 英国律师开始启动 对台湾的相关证人 跟潜在被告的调查 所以我希望呢 当台湾的这些犯罪集团的人 包括蔡同学在内 我讲喔 包括蔡同学在内 接到了英国伦敦的传唤的时候 请你不要再呃呃呃 在英国的法律来讲 台湾的总统是没有刑事豁免权喔 没有喔 我再讲调一遍喔 我再强调一遍喔 也没有拒绝出庭做证的权利喔 所以这个案子呢 有趣 我们要把它滚成一个国际间的大案子 在英国这一端 律师百分之百赞成 因为他看到这个案子 他觉得 这个案子的不寻常在于 台湾已经动用国家机器 在进行灭证的过程 而一旦 有灭证的动作 在英国就可以列为被告 所以这个动作我们会持续的在英国端开始展开 希望台湾这些国家机器造假的人在内 请你们多保重 我已经把话讲在前头 请不要怪我说 我没有给你们一点点空间 来思考这个问题 而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谈的是 第一个 也不是第一个要被传唤了 但是第一个今天要谈到的人是 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 你很快就会收到来自于英国法庭 跟英国律师的传唤 而这个案子呢 你是证人还是潜在被告 目前英国的律师还在商量当中 但是保证你会收到的 那你可以不理他呢 当然可以 你可以不理他 但是后果你要必须自负 因为这个后果恐怕 会超过你的想象 因为我们手上掌握的证据 应该不是你可以抵赖的掉的 好 不信的话你可以跟在英国的 施呼隆联系一下 你看看他接下来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刚才讲到假讯息 现在我们的政府只要把 不利于他的东西全部归为假讯息 而且新一次的归物于对岸 先把你抹红 抹红就对了 第一个假消息 第二个抹红 所以网友就整理了 他说真正今年度的大的假消息 怎么会没有包括 第一个 丁一鸣拿着梗图造谣 说这个民间牛肉面是由来牛的 来做的 这么严重影响牛肉面整个生计的 这样子的新闻 怎么会没有入假新闻之列呢 第二个 苏贞昌在立法院宣称 说这家牛肉进口的厂商信公 他们支持开放莱猪政策 这个肉品厂商 这个是典型的造谣 被信公直接打脸 因为你这整个影响到这个公司 别人会误以为这个公司的所有产品 都是兼加了莱克多巴胺 这是一个多么伤害人的东西 蔡同学 如果今天这是民间做的 早就被告死了 我相信这个信公的老板一定很闷 他知道民不与官斗 可是我要鼓励这些被政府恶整的人 民绝对要与官斗 各位只要你行的正做的端 你就民要与官斗 切记 不然我们的官呢 就会肆无忌惮 再来 第三个 王浩宇在脸书上po文 污指加勒福卖来牛 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慌 被加勒福打脸 像这件事情 加勒福根本就应该告王浩宇 而且要告好告满 为什么 因为这严重影响你的商欲啊 你这样不告的话 所有的小市民都可以说 甚至你的竞争对手都可以跳出来造假新闻来害你 接下来 又是王什么羽 2020年喔 最爱说谎的人 奇怪名字都有王 都有羽 都叫王什么羽 好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 王定宇爆料说 东沙岛遭到中国海上民兵包围超过60小时 被海巡署打脸说绝无此事 海巡署你打脸了王定宇 你就应该把他依国安法呀 这不是危害国家安全吗 这不是妨害社会秩序吗 这不是造成国军的恐慌吗 这不是造成台湾人民的恐慌吗 东沙岛被包围60小时 这样的事情 一个立法委员信口开河竟然没事 但是更奇怪的是 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有列入 2020年年度的十大造假新闻 这实在太离谱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的是 今天我们要锁定的是 英国伦敦 现在呢 发出传票 要传唤台湾的相关证人 而且有些人呢 是证人跟潜在被告 两条同样的一个罪名 或者是两个传唤的理由 要并行 第一个登场的是 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请朱俊章她的朋友们 跟她的亲戚们 赶快通知她 收看下面这一段政经关不了 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等你 你听听看 你为什么被英国的律师跟法庭 传唤为证人 跟可能的潜在被告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Lun Sang 作广告马上回答 对 自己只需电脑真实交易模式 真正实现每日收益 立即扫描又上案 教你免入金模拟操作 涨跌皆可获利 绝非非法吸金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好来 英国端第一个要传唤的国内证人 第一个要传唤的国内证人 除了施呼隆 这个具有台湾跟英国双重国籍的人之外 纯粹的台湾国籍的人 至少有十个人会被传唤 今天第一号登场的是 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 好朱俊章怎么回事呢 应该是说他在国内的部分 有湮灭证据的部分 在国外的角度来看 他有配合造假 做假证据的可能性 所以当然首播我们决定要用证人 或者是疑似被告方式来传唤 这要尊重英国的律师 首先我们先来看朱俊章哪里出了问题 我想大家都看出来 朱俊章曾经在电视机面前拿出了 所谓的蔡同学升等的三个著作 两个是政大法学评论 一个就是黑皮书 稍微有点逻辑的人 脑袋智商在57以下的 57以上的都会知道说 怎么可能拿2019年6月28号才出现的黑皮书 来作为1983年那个时候的毕业证书呢 怎么可能把2019年的这一本黑皮书 作为当时进入政大应聘的 所谓的升等资料也好或所谓的应聘资料也好呢 怎么可能 所以光这件事情就透露了 这个朱俊章要不就是脑袋不好 要不然就是刻意耍宝 但是不管是刻意耍宝或者是脑袋不好 在做证人的时候 在台湾都要面临7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英国的刑期呢 比这个更重 那到头来 你要透过司法互助 或是其他的方式来打这个官司 我没有意见 我最好是 你最好是保佑一下 请上帝保佑你啊 不过上帝不会保佑说谎的人了 到头来巨额的 出这个英国的官司的费用 你最好是自己出啊 你不要用公帑 你用公帑的话 我一定加告你 因为你没有资格用公帑 这件事情依法行政 你大可不必这么做 这个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你自己本身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 做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呢 他在去年的11月27号 在立法院陈学生委员 举行的第一次的听证会 公听会 好 在这次公听会上面呢 他做了假的这个证据 做了假的见证 做了伪证 好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先来看看 其他的问题很多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他说呢 这个蔡同学的资料 被保密到2049年12月31号 为什么呢 他是怎么说的 来我们来听这一段 委员 各位心境 针对刚刚几位 心境提个问题 我做了几点的陈述跟回应 第一个部分 在资料提供的部分 依照我们教师资格 审定办法规定 蔡总统的教师资格的审查资料 跟我们对于其他所有老师报教育部的教师审定的资料 我们都是依规定在做保密 我想这个是我们过去一项的原则 好 第一个 他在这边大庭广众下撒了一个大谎 我们来看看逐字稿 他刚才说 第一个部分 在资料提供的部分 依照我们教师资格审定办法的规定 蔡总统的教师资格审查资料 跟我们对其他所有老师报教育部审定的资料 我们都是依规定在做保密 请问你 什么规定 请你告诉我什么规定 我们送教育部审的资料 就是我们在学校送审的资料 我们送审的资料不但没有要求保密 而且我们在送审前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必须对外公开 这个朱俊章朱司长 请你搞清楚 我们必须强制对外公开 目的是什么呢 你去看看参考一下法条跟法义 目的就是怕有人的论文涉及抄袭 或者是资料造假 所以他就要在这个 像台大的话就是在行政会议 行政在会议室 要公开展示 可能是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会议室不等 会公告 公告说社科院的某某某老师要升等 哪些人今年要升等 他们的升等资料 会在社科院的第几会议室公开展示 欢迎全校师生前往阅览 那摆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摆出来的东西就会是我的升等的申请表格 表格上就要写得清清楚楚 台湾大学毕业哪一年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的公共政策硕士 哪一年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的大众传播新闻博士 哪一年 然后民国几年进入台湾大学 然后民国几年升等副教授 然后现在要升等教授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 然后硕士论文 硕士是有没有论文 有题目是什么 那么在这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我的所有著作 通通都要拿出一份实体 不能是什么虚拟的 或者只是照片 或者是封面 绝对不可以 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 依序排出来 排什么东西呢 排你的学术著作的部分 排你的教学的成绩绩效 还要排你的校内服务 通通放下来 所以我记得我的生的资料有一大箱 什么样的箱子呢 大概是一个水果箱 真的真的 我没有开玩笑 大概是一个水果 那种你知道那种买柳丁的时候 那种果菜市场批发市场的大箱子 那个是我在升等的时候 必须公开陈列展示的资料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在著作部分 有我所有的著作 不管是参考著作也好 是升等著作也好 全部都要一本一本的放出来 不是蔡同学说的一页一页的 我们要把比方说 我是在这个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举个例子来讲 我必须把那一期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的那一期的原本放在上面 然后在里面标出来 我是第几页到第几页 做一个书签的索引 还不能把它拿来影印 因为影印有时候人家觉得 这是不是造假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原原本本的 把原本放出来 比方说我的是这个 新闻学的期刊 我就要把那个期刊放出来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 那我就要整本论文放在那里 供大家参考 那你的参考著作呢 也许就可以用抽印本 你的参考著作可能很多嘛 可能一二十篇 你就用抽印本 That's ok 还有呢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你的教学成绩 你必须赤裸裸的把你 在台大的过去五年当中 所有的学生给你的评语分数成绩 把它做成表格放在那儿 让大家看 你教了哪些科目 哪些科目得到的分数平均是多少 上面的一些评语是什么 还有 你必须把你在台湾大学的服务绩效 一个一个列出来 比方说 我担任所长 我要说明我所长任内做了哪些事情 而且口说无凭 我还要把照片 还要把相关的事迹 如果得到什么奖状 通通陈列出来 像我这个升等的时候 我还有专利 我要把专利证书 专利的内容 专利的文件 一字不漏地拿出去 像我光是专利文件 大概就有十几公分厚的书 每一样东西都要陈列在桌上 供大家来看 我们就笑称那个时候 叫做踢管时间 有仇报仇 没仇练身体 来了 效应点的仇人要升等了 大家赶快来看 来 抓小偷 抓抽席 不要 那个时刻 是我们升等的时候 面临最大的考验 经过了一个月 大家来踢管 没有什么争议性的东西之后 我们就进入 教评会实质审查 以前 我们在教评会实质审查的时候 还发生过 台大新闻所的教授 张景华在升等的时候 被人家检举 检举他的人 后来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 他还当场在教评会的委员会的评审 现场上发传单 这就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 有人来检举他 检举他的很多问题 就在这边拿出来 然后单张发 有没有涉及毁谤 没有啊 有没有涉及隐私 没有啊 因为你要升等 就是要接受别人检验 从头检验到脚 今天这个朱俊章竟然说 这个资料是保密的 所以他在这边第一件事情 说了大谎 第二件事情 他说 跟我们对其他所有老师 报教育部审定的资料 我们都是在依规定做保密 请问你 你拿什么规定 你告诉我 如果说这些资料 在升等前都要公开展示 为什么送到教育部以后要保密 请你告诉我嘛 你告诉我哪一样东西是要保密的 你知道朱俊章非常的机巧 你不要看他外表好像一份老实的样子 我觉得他非常的机巧 我用不客气的话来讲非常的恶劣 他拿什么东西在包装呢 他故意把一个东西包住所有的资料 有一样东西是保密的 就是送审的时候 是哪些委员 这件事情要对当事人保密 为什么 怕大家消毒会中 就是说 今天我送审出去的 那个分数跟委员的姓名 如果我知道 OK 张三给了我70分 害我没法升等 好 消毒会中 下次张三的学生升等的时候 我给他50分 诸如此类了 就说 怕造成在学界的这种 暴富性的循环 所以在给分数给评语 跟当事人的所谓的给的成绩单上面 是保密的 至于 这个送外审的人的名单 这个部分呢 几乎每个老师都知道 因为为什么 通常是升等的人先推荐 然后让学校自己去勾选 大家了解吗 就是比方我要升等 系上就问我说 跟你相关领域的 你来你列一个建议名单 我当然会把我的敌人排除 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排除名单 可以排除一个人 然后 我们把这个送给系所 通常系所会尊重你了 不会把你乱送 除非系主任给你有仇 然后送到院的时候 院从里面勾选 所以你大概心里有数 好 就算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知道 那么你送外审回来的成绩你会知道 但是谁给你几分你不会知道 谁给你的评语你会看到 但是是谁给你的你不会知道 这各位听懂了吗 分数你会知道 评语你会知道 但是是谁给的 你不会完全确定 你只能猜大概是谁给的 至于那个名单 是谁给分数的那个名单是密封的 好 所以朱俊章在这里先扯了一个大谎 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永久迷风呢 当然不是 当他出现争议的时候 他就要拆封 我个人的例子就是嘛 因为我在布袋里被人家 被在暗像里被人家整了 就是我送外审的成绩是88.5 就到了社科院之后 碰碰到社科院经济系社会系的几个人 联手做掉我 给了我40分50分 后来我申诉 申诉以后就拆封 一拆封一翻两瞪眼 你就会看到成绩跟评语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保密资料 一旦进入校内的申诉管道 他就必须要公开 更何况是涉及这么大的 国内的争议 当然要公开 好 退万不言 我们不要求公开到底是谁 是蔡同学的升等的 或者是聘任时候的评审委员 这个我们不care 我们care的是 他拿什么东西去升等或聘任 这个是我们care 而这个东西 不管是你的论文也好 是你的资料也好 通通都应该是主动揭露的 没有一样是保密的 所以朱俊章作为一个公务人员 他在这个地方严重渎职 那么从刚才他讲的地方 他其实是在骗人 这个保密的东西呢 事实上依规定 请问你依什么规定保密 那照你这样讲 我们在升等之前 把所有的资料展示出来 那我们在泄密咯 校方在这个升等人泄密咯 所以朱俊章你在这一关上面 你一定过不了 好在国内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告你 那国外的部分呢 国外的律师要告你什么 这个让他们去用他们的法律 去跟宇宙政医学院 在英国跟美国的 这些教务长们去商量 但是你很快就会收到 好再来我们来看看 到底刚才朱俊章讲的很神秘的 那个什么升等资料 要保密哦 保密到2049年是什么东西呢 来如果各位不知道的话 因为各位不一定在学界 我在学界待了20年 我担任过博士 我拿了博士学位是真的 虽然只有一个没有1.5个 我担任过副教授教授 然后我担任过 新闻所的所长 我担任过教务处的组长 我担任过教务处的中心主任 我的这个台大的资历算是完整 我除了没当过校长 没当过教务长以外 我该该当的都当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在这个部分一个升等人的资料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你的申请表格 申请表格要具细迷移的填 包括了三个项目 一个叫研究 一个叫教学 一个叫服务 必须仔细的 要用这个年表的方式来填 几年几月到几年几月做了什么 几年几月到几年几月做了什么 证据附件一附件二要详详细细 所以蔡同学 这些是公租于市的资料 你拿来当成个人隐私 还有这种不孝的官员 像朱俊章这样子 跟着你去硬贺 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个人隐私 我实在匪夷所思 第二件事情是送审资料是什么 你送审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参考著作是什么 清清楚楚的一本一本的送上来 没有妥协 再来 还有你送审的资格是什么 你是讲师升副教授 是副教授升教授 你是讲师升副教授 请把讲师证附上 你是副教授升教授 请把副教授证附上 没有一点妥协的空间 再来 审查的日程 什么时候审查的 必须清清楚楚 还有 你的审查委员的名单 好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说 这是隐私 这个我同意 审查委员的名单 你可以不用拿出来 但审查的日期 要清清楚楚 再来 审查的结果 你可以不用拿出来 审查的结果包括了 审查的状态 过了 没过 审查的分数多少分 审查的评语多少分 我们没有要蔡同学当时审查的分数 这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我也不在乎谁审查她 我要看的是 她审查的 升等的学术的 还有服务的 跟教学的相关东西 如果她是出聘的话 当然不会有教学跟服务 我们就要来看看她的清楚的学经历的证件 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摊在阳光下 这绝对没有妥协的空间 所以从这个部分可以看出来 朱俊章在撒谎 当然对于英国来讲 他们care的东西不一定是这个 他们更在乎的是 其他有关于证据的伪证跟证据湮灭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要花三集的时间来谈谈 朱俊章在英国的法庭当中的被告 跟证人的角色分别是什么 今天没有讲完的部分 欢迎大家有时间 可以的话就是 关心一下朱俊章司长 如果你是她的亲戚朋友 请教她收看这一集 请教她收看下一集跟下下一集 不然她临时收到了 英国这方面的传唤的声门的时候 她会措手不及 好 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是 又到了This is a book 来看看朱俊章撒谎 说这个东西就是她的送审资料 2019年的东西怎么可能成为1983年的送审资料 1984年的送审资料 好 我们来看看185页的倒数第一行 谢谢有很多的网友告诉我 昨天我们提到的是185页不是187页 185页的最后一行的左边第三个字 有一个字呢出现了一个字叫做insured E-N-S-U-E-D insured 没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字 原来她要说的是insured sure是sure sure是确信 insure就是保证 确保 就是in嘛 en嘛 able是可以 enable enable 就是使能够 所以sure是确定 insured sure 是使确信 e-n-s-u-r-e 来每日一词 来每日一词 好 insure是确保的意思 来看看dictionary上的解释是 the airline is taking steps to ensure safety of its aircraft 这个航空公司呢要 确保这个安全 他们有一定的步骤 好 这就是今天的美日一词 如果朱俊章科长搞不清楚状况 你去看看蔡同学的 你那个所谓的升等的this is the book 你看完以后如果你还能背书的话 那不是良心背狗吃 就是脑袋有问题 好 最后呢我们来看看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是什么 诗篇51章第10节 诗篇是 祷告的时候 跟上帝祈求的时候 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如果你觉得你的身心状况不好 你非常的伤心 或者是你很难过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圣经上的诗篇 照着念 你会得到心灵上极大的安慰 诗篇第51章第10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大卫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说 请求上帝让他有清洁的心 使他的心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清洁的心正直的灵 而且重新renew 重新来过 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在这边也祈求上帝 让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 他能够有清洁的心 能够有正直的灵 也让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有清洁的心 有正直的灵 也让我们所有 追论文们的同学们 包括我在内 都用清洁的心 正直的灵 来做这件事情 特别重要的是 我们要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 就出自那恶者 我们也不能够说 没有把握的事情 没有根据的事情 因为圣经的实践告诉我们 不能做假见证陷害人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 彼此能够互相带导 希望我们在追求公义的道路上 做一个正直的人 有清洁的心 祝大家晚安 平安喜乐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